朋友们 您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射击比赛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冠军争夺战 那么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F把位和G把位 这是来自浙江二队的王哲林和王岳峰 两个人在此前的预赛第二轮是以419.7环的成绩 还在预赛第二阶段的第二位进入到金牌争夺战当中 C把位和D把位是东京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获得的组合 C把位是杨倩 D把位是杨浩然 进入到金牌争夺战的阶段之后 双方每发射击之后 两队的选手会把各自队伍的环数相加 现在选手们正在试枪阶段 以上的队伍获胜 若两队出现评分 则每队每名运动员再多射击一发 在资格赛的第一阶段呢 联合一队是以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了资格赛的第二阶段 浙江二队呢当时则是以资格赛第一阶段第五名的身份 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半决赛 联合一队在半决赛当中的成绩是421.5环 晋级冠军争夺战 再为您介绍一遍规则 决赛比较的是 每队两个人每一枪环数相加的之和 如果比对手的总环数高的话 那么就获得两分 如果两队的这个总成绩 单枪的总成绩打平的话 将会各得一分 先拿到16分的队伍会获得胜利 在试枪阶段 王志玲和王岳峰的这几枪表现 应该说打得都非常的出色 都在10.3环10.4环上下 杨倩和杨浩然呢 刚才在这一枪试枪当中 也都打出了10.3环的发挥 接下来试枪阶段结束 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运动员枪下肩 联合一队的C8位的杨倩来自浙江 D8位的杨浩然来自河北 站在C号和D号马位的是 来自联合一队的杨倩 杨浩然 联合一队的杨倩和杨浩然 也是东京奥运会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金牌 最好曾经东京奥运会 该项目冠军 杨浩然呢 也曾经是市井赛的冠军 在刚刚的市场东京奥运会上 杨倩 杨浩然表现出色 获得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 在今年的权运会上呢 杨倩也会参加个人赛 参加混合团体 包括团体赛 杨浩然呢 也会去参加一个 五十米三姿的 步枪射击比赛 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成绩 顺利进入金牌争夺赛 资格赛第二阶段比完之后呢 联合一队 站在第一名的身份 遥遥领先第二名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的王之林 王岳峰 是2021年全国冠军赛 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最好成绩 2021年全国冠军赛 该项目第二名 王之林也会参加 十米七步枪的 个人赛和团体赛 另外王岳峰呢 除了这两项比赛之外 还会参加 五十米的三姿射击步枪赛 现场的两位 执行裁判长和执行仲裁 曹颖和王云霞 都是国际级的裁判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 第一枪的表现如何 应该说在全运会的此前资格赛阶段的比赛呢 杨倩和杨浩然的发挥 要比冬军奥运会的时候 晋级金牌争夺战的这个环数 打得更加的出色 每枪的激发时间是五十秒 来看看选手们的表现如何 最把位和第把位 这是联合一队的杨倩和杨浩然 现场的五十秒倒计时牌 已经开始倒计时 来看一下他们这一枪的表现 先激发的是谁 谁更能沉得住气 将会以更靠后的时间 去完成激发 第一枪王志玲打出十点三环 杨倩十点五环 杨浩然十点四 黄月锋是十点二环 双方的差距是 零点四环 那这样联合一队先拿到两分 二比零 第一枪的两队的对比是 二十点九对二十点五环 开始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还是杨倩和杨浩然 这一枪王志玲十点三环 王月锋九点九环 杨倩十点四 杨浩然是十点二环 这个表现依旧是让联合一队在这一枪当中是领先的 四比零 再拿两分 两枪过后 现在由杨倩和杨浩然组成的联合一队 是四比零领先 开始 这是两队的女选手杨倩和浙江二队的王志玲 画面左侧的是杨倩右侧的是浙江二队的王志玲 先激发的是王志玲十点一环 王月锋是十点零环 杨倩十点七环 杨浩然也打出了相同的环数 这样第三枪二十一点四比二十点一 再拿两分 五千场上比分 联合二队是 抱歉 联合一队是六比零 浙江二队的教练要对王志玲和王月锋去叮嘱两句 三千过后 双方的比分六比零 联合一队的杨浩然在画面的左侧 浙江二队的王月锋在画面的右侧 看看双方的第四枪较量 先激发的还是王志玲十点七环 王月锋十点九环 这枪杨浩然有些失误九点九环 杨倩是十点三环 这样二十一点六比二十点二 浙江二队拿到两分 六比二 小脸盯主之后果然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我们在画面当中还是看到的是两队的女选手联合一队的杨倩和画面右侧的浙江二队的王志玲 这枪先激发的王月锋十点八环 王志玲十点七环 杨倩打了一个十点四 看杨浩然的十点五环 二十一点五比二十点九 那这样浙江二队再拿两分 把比分搬成了四比六 这样五枪过后双方的比分是六比四 开始 画面右侧出现的是浙江二队的王月锋 左侧是联合一队的杨浩然 这是D把位和G把位之间的一次直接的对抗 王月锋十点五环 王志玲十点七环 杨浩然也打了一个十点七 杨倩也十点七环 那这二十一点四对二十一点二 联合一队再拿到两分 目前场上比分八比四 眼看浙江二队就要追上 那么联合一队又用一次稳定的发挥 两个人都打了十点七 大家看一下第七枪的表现 先激发的王月锋十点八环 王志玲也是十点八环 这一枪杨倩打了十点一 杨浩然是十点七 浙江二队的两个人 二十一点六环对二十点八环 浙江二队拿到两分 再次把比分追进 经历了开场那个阶段之后 现在浙江二队逐渐是找到了感觉 接下来要打的是第八发子弹 先激发的王月锋十点六环 王志玲十点一 杨倩也是十点一环 看杨浩然的十点四环 那这样浙江二队再拿到两分 八枪过后比分搬平 8比8 王月锋这几枪的表现 真的是越来越出色 越来越稳定 我们再次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位女选手 杨倩和王志玲 两个人上一枪都是十点一环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九枪 王志玲十点六环 王月锋也打出了相同的环数 杨浩然十点四 杨倩的表现是十点八 这样两队都是二十一点二环 第九枪 各得一分 比分是九比九 第二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五 六 六 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十枪表现 先激发的是杨浩然 10.4环 王月峰失误了9.6 王志林是10.5环 看杨倩的表现 10.4环 联合一队两个人打的都是10.4环 20.8对20.1 联合一队的两位运动员 以0.7环的领先优势拿到两分 拿到两分 比分变成11比9 10枪过后双方的差距还是非常小的 开始 今年年初的奥运选拔赛 应该说杨倩的表现 非常的稳定 前三战发挥非常的出色 而且拿到了奥运会的资格 并且在奥运会上是一名惊人 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王月峰10.7环 王志林10.6 杨倩10.6 杨浩然是10.3环 那这21.3对20.9 再次将比分扳平 11比11 11枪之后还是一个平分的状态 冠冠军争斗战非常的让人窒息 非常的让人紧张 画面当中的杨浩然和王月峰 分别在画面的左右两侧 先机发的是王志林10.8环 王月峰10.0 杨浩然10.7环 看杨倩的表现 10.7 联合一队这一枪发挥出色 第12枪过后 比分13比11 这几枪的比赛联合一队 逐渐是把状态给找回来了 赵江二队的王月峰 他的最终的成绩 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起伏的 这两枪 王志林是打出了10.6和10.8环 发挥非常的稳定 王月峰9.7环 王志林10.6 杨浩然10.4 杨倩10.2环 联合一队的发挥更加稳定 15比11 再拿两分 就要拿到赛点 13枪过后 15比11 送给场上的两队 王月峰的上一枪表现并不好 只有9.7环 杨浩然上一枪打出了10.4 我们来看看这枪的表现 看看谁会率先完成激发 现场的观众开始带掌声 王志林10.5环 王月峰10.8 杨浩然是10.0环 杨倩10.4环 21.3 比20.4 抢回两分 13比15 14枪之后 浙江二队再次地把比分追进 比赛的悬念仍在 15比13 观众朋友们 场上两队实力相当 哪一队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 为他们加油 第15枪比赛 马上就开始 已经开始50秒的倒计时 现场的观众开始用掌声 去带动情绪 画面当中左侧杨倩 右侧是王志林 这枪 王志林10.6环 杨浩然10.4 差0.2 杨倩10.8环 王岳峰是打了一枪 10.1 那这样联合一队 在这一枪当中 第15枪拿到2分 最终的比分是17比13 他们先达到了16分 那这样联合一队 这队组合杨倩和杨浩然 在东京奥远会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 拿到金牌之后 又在全运会上 在这个项目当中 拿到了冠军 再次恭喜杨倩和杨浩然 当然浙江二队的 王志林和王岳峰 两个人在冠军争夺战当中 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 面对着压力 能够展现出自己 专注无谓的这种 比赛的风格和方式 那这样浙江二队的 王志林和王岳峰组合 是获得了 射击10米气步枪 混合团体赛的亚军 冠军是由联合一队 杨倩和杨浩然组合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祝贺联合二队的 张宇 胜利豪 获得本场比赛 同牌 同牌是由联合二队的 张宇和胜利豪 祝贺浙江二队的 王志林 王岳峰 获得本场比赛 银牌 银牌是王志林和王岳峰 来自浙江二队 杨倩和杨浩然 获得本场比赛 金牌 组成的联合一队 最终是带走了金牌 获得了第一名 那么这样 第十四届全运会 射击比赛 十米气步枪 混合团体赛的 冠军争冠战 就这样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 也希望您继续锁定 区域频道 给大家带来的 其他精彩赛事和节目 本场比赛的转播 就告一段落 再见